南美洲阿根廷著名的宏土省份米西奥内斯省 虽然有世界新七大奇景之一的伊瓜苏瀑布 不过这里也是全阿根廷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在布鲁托伊瓜苏这个地方 一位奇人用塑料宝特瓶为自己堆出了全球知名度 曾经历过2001年阿根廷经济大崩盘的阿凡多圣塔克鲁兹 靠着资源回收为生 现在他则成为导游 向人们介绍他如何利用收集来谋生的塑料宝特瓶 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家 克鲁兹发明了一套内部连接法 让他可以在短短几天内用宝特瓶快速拼出一片一片的模板 但他表示这权规功于当他还是个到处捡垃圾的人时 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们 克鲁兹只是为他三个孩子打造了一间实验性的玩具屋 当他发现他用来盖屋顶的回收牛奶纸盒 以及用来固定宝特瓶的内部连接法非常坚固耐用时 他开始盖更大间的宝特瓶屋 现在克鲁兹正在着手打造一间博物馆兼学习中心 估计要用上两万四千个塑料宝特瓶 他认为宝特瓶屋可以提供给贫穷地区人们思考 作为一种临时屋的解决方案 克鲁兹和他的家人 现在投入于各类物资的再回收工作 像是这个用废弃罐做成的提琴 对克鲁兹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态保护方案 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工作